我们现在已经装OK了 已经装OK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发起一个Docker Version这个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我们装了什么呀 两个服务 一个是客户端的 一个是服务端的 看到了吗 我告诉你啊 服务端的话呢 他服务端的话是属于那种服务进程 客户端的发的命令 我们客户端发的命令 那么服务端来执行 服务端来执行 我们所有的镜像 我们所有的镜像都存在我们客户端的仓库里面 就本地这块 然后呢 他镜像运行以后的容器都存在我们的服务里面 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本地是管理我们的镜像的 然后呢 就客户端管理镜像 然后向你的服务端发送指令 服务端来去启动我们的服务 启动我们的镜像 然后变成一个容器 这是他一个基本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客户端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和服务端进行通信的话 是基于骚费的通信的 就是我们叫多进程通信 是吧 多进程 然后呢 这个刀客的服务呢 它属于我们的首付进程 理解我意思吧 刀客的这个进程 它属于首付进程 能理解吗 能理解意思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刀客现在已经OK了 是吧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简单的去讲一下 就刀客呢 我们去安装 安装就安装好了 你可以 你看这是什么安装 是吧 刀客现在我们目前我们是启动的呢 刀客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看刀客启动了没有 那么刀客怎么看启动呢 service 然后呢 刀客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个status 那默认 默认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安装好之后就启动了 是不是 默认 默认安装完之后 它会自动启动 在这里面 你简单可以看你的服务 它是启动的啊 它是启动的 你可以通过service 刀客status 我们查看服务嘛 是不是 它的状态是启动状态 启动状态 是running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刀客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快速的去干啥 快速的去拉一个redis 怎么拉呢 非常简单 你直接先搜索一下 我们直接搜索一下 我们用刀客的search 来搜索一个镜像名称 比如说redis 我们搜索一下这个镜像 你看我们来搜索一下它 这个里面是刀客 它跟我们的get是一样的 就刀客呢 它有自己的仓库 get也有自己的仓库是吧 get也有自己的仓库 我们叫gethub仓库 刀客呢 它有个刀客哈宝 但这里面呢 我们它的所有镜像 默然都从刀客哈宝里面去获取的 就是它的官方的这个仓库 这是它官方的仓库啊 刀客哈宝里面获取的 我们也可以自己搭一个私有的仓库 到公司里面可能会用你自己的私有仓库 我们今天呢 先不讲私有仓库啊 先不讲私有仓库 我们现在来看看 redis是不是有好多呀 有好多 那么最新新新新 就最多的是这个第一个 叫redis的名称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名称 你可以去看一下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名称 你可以去看看 还有好多好多 那么新最多的话 我们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新最多是用最多的 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对吧 也可以用其他的 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用比较好一点的 我们用谁呀 用就用官方的redis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直接去下一个redis 怎么下呢 这个刀客 就跟我们的get hub是一样的 它要下拉 所以是吧 叫下拉 叫pool 拉一个redis就可以了 然后走一个 啊 你又拉这个redis就行了 你名称啊 你注意你这个名称 它有名称的 对吧 有名称的 好 这里面你可以看看 它现在正在拉这个镜像 那这个镜像 它正在拉 那么拉镜像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个镜像呢 我们这个镜像 它可能就是 简单说一下这个刀客啊 它的镜像的主层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做一个镜像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做一个镜像 镜像里面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最底层的 那个容器的环境 就是那个 我们最底层的这个系统环境 默认情况下 它通过是底半的那个系统 就是默认情况下 它刀客里面 最底层的 刀客你可以认为是 它的镜像 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是由一个 你操作系统 底层服务组成的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什么呀 我们可以认为是 它是一个 非常小型的Linux 明白是吧 就是我们刀客 它镜像里面的组成部分 最底层 我们可以画一个线 是吧 最底层的 它最下面那一层 也就是我们操作系统层 它里面有集成了一个叫 类似一个 就是我们的优邦兔的系统 叫Define的这个系统 Define系统 其实跟Linux系统 它是 U-B2系统 它是特别相似的 特别相似的 特别相似的 然后这个系统上面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装一个 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在镜像里面 我想装一个 比如说Redis 我想把它装好 我再想装一个 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个里面 你装一个 改变一次 它会增加一层 改变一次 会增加一层 改变一次 会增加一层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拉的这个镜像里面 有多少层 这都是层 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层 每一个都是一层 理解我意思吧 每一次都是一层 每次都是一层 那么这一层一层的话 是因为我们增加 删除 修改 安装 各种服务 或者我们变更文件 来造成的这个层的概念 就是你 只要你对它的这个容器 进行修改 它就会给你增加一层 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最终 我们把镜像 把这个容器 变成镜像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 就是一个镜像 除了我们最基本的 你的这个 比范的这个环境之外 就是你的操作系统的能力之外 你的操作系统的文件 管理这个系统之外 它还有其他的 你自己的特有的服务 特有的服务 那么服务 服务的修改 它都是按照 Lel 就是L-A-Y-E-R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成的概念 去组成的 所以呢 这个 导客啊 在我们现在的 呃 它是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运维方向啊 用的还是非常 包括开发用的 也非常多 现在有一个词 叫什么词呢 叫DV-O-P-S 就是现在呢 我们的开发模式 都是什么模式啊 我们现在开发模式 我们现在的开发模式啊 现在主流的 它的开发模式是什么 哎 就是DV-O-P-S 就是开发即运维 开发即运维 就这个模式啊 你这个模式 你得要了解一下它 是吧 就是我们既能开发 又能运维 既能开发又能运维 怎么来能做到这个 这一点呢 我们就用到了一个刀客 那么关于刀客的 你也基本的概念 你们自己要去下来 去查一查 我我就不多讲了 啊 概念性东西 我讲的话 你们可能会困是吧 好 这里面呢 你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刀客 刀客的话 它是一个 简单说一下吧 刀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基于我们的虚拟 它是一个虚拟技术 是吧 基于我们的 呃 容器技术吧 它是 你要容器技术也行 呃 容器技术 容器技术里面 它基于什么 我们的虚拟技术的 啊 它是基于我们的虚拟技术 是吧 啊 虚拟技术 虚拟技术啊 虚拟技术的话 Windows有一个叫 叫什么 Hyper-V 是吧 Hyper-V 这里面你稍微了解一下它 这个虚拟技术的话 就是我们的 刀客呢 它的里面 就是已经给你 做好了一些服务 然后你拿过来 就可以去启动它 啊 去启动它 跟我们的 这里面呢 它包含了 它包含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内容 它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的 刀客仓库 啊 刀客仓库 这里面你要注意一下 包括刀客仓库 我们仓库里面 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们的镜像 啊 包含我们的镜像 我们要 首先我们要去 需要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话呢 我们要从刀客仓库里面 去下拉 我们的镜像 对吧 镜像有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 把镜像 把它运行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容器 啊 变成容器 好 这里面呢 你看啊 它包含这些 呃内容 这是它最主要 最核心的啊 最主要最核心的 那么刀客服务 我们安装完 刀客以后 刀客 啊 刀客 这个 这个包啊 你装完以后啊 我们 刀客 你安装完以后 安装完成以后呢 安装完成后 那么 它默认会有两个 进程 啊 默认有两个进程 就是默认呢 存在两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 一个是什么 G是什么呀 Clent和谁呀 和Servor 是吧 Servor的话 它叫守护进程 Servor呢 它叫做守护进程 啊 守护进程 是不是叫守护进程 叫Demo 是不是Demo 守护神的意思 是吧 水满了啊 来 今天谁倒水 快 好了 然后 这个里面呢 我们简单的先说到这了啊 简单说到这个 那么它比我们虚运机要好很多 我们一次一个镜像 可以运行多个 多个容器 就是我们一个镜像呢 另外啊 另外一个是一个镜像呢 一个镜像 啊 一个镜像 可以什么 运行多次 啊 运行多次 那每一次什么 都会什么 都会产生 容器 啊 容器 那么最终 最终啊 容器 紫进程啊 紫进程 比如说我们的服务 是不是这个守护进程 是吧 服务是守护 守护进程 它守护是紫进程的运行 所以是吧 它守护的是紫进程的运行 所以呢 这里面呢 你可以理解为 我们呢 每一运行一个镜像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 产生一个 这个容器 那么容器 那么这个容器呢 我们就要紫进程啊 容器 紫进程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拉了一个 我们是不是这个里面呢 常用的一些命令 我们简单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2.1 啊 常用的一些命令 我们给它简单的说明一下它 第一个呢 我们叫2.1 我们的基本说明嘛 是吧 那么你安装的时候怎么安装 是吧 你安装怎么安装 这里面呢 我们安装的话怎么装啊 直接是这个apt 因死到 doc.ro 是不是装了 哎就装了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常用的命令 第一个是什么呀 对 对 你要去查看搜索 是吧 它个版本 是不是啊 刀客版本 第二个是 刀客的搜索 搜索你的 这个名称 镜像名称 是不是啊 镜像名可以是 不用写全 它会模糊匹配 它会模糊匹配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 拉镜像 拉镜像的话 叫 Doc.po 哎 这个里面你查看镜像以后 这个里面要镜像名称 啊 镜像名称 这里面一定要是全名 镜像的全名称啊 全名称 镜像全名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往下走 就开始来去讲一下 镜像的启动 是吧 Doc.ro 这个里面叫启动镜像 啊 启动镜像 这个里面启动镜像的话呢 启动我们的镜像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详细去讲它 那这里面我们来看看啊 镜像有了以后我们要去启动它 怎么做 Run 里面有几个命令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想处于后台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啊 我们直接运行看啊 我们直接运行 运行它的话我们需要给个名称 我们需要给个名称 给个名称的话叫杠杠内姆 这里面我们可以叫 Redis 1 然后呢 镜像名叫Redis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现在在运行它之前 我们还 你拉完之后啊 拉完之后你还得先看一下这个镜像的信息 所以这里面还不能run 你还得干啥 叫images 你来看一下它 这里面呢 我们Doc.ro里面有一个叫images images 然后呢这里面叫查看 这个里面呢我们叫查看这个镜像 对吧 查看所有的本地镜像 本地镜像 好 你把这个命令啊 你打一下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VC能看到是吧 在底下啊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Redis服务啊 它的target标签 这个里面是它的版本 然后呢 有一个叫imageid 是它的这个镜像的编号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是创建的时间是两周 三周以前创建的 大小的是98.2 这个造币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镜像的信息描述 在这一块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 把它呢复制一下 然后在哪里呢 我把这个整个这一块呢 复制一下 对吧 你可以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 我把它呢 放到这里面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镜像的信息 啊 进行的信息 在这一块你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启动它的时候怎么启动呢 启动是这样启动的啊 我先我先写上 我先把这个命令先写上 呃你要是正常启动的话呢 我们其实应该叫 Docker Run运行 然后呢 杠杠内姆 你要指定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Redis1 这是我们容器的名字啊 我们后面还要管理容器呢 这个命令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你的Redis的这个 你的服务 那这种启动呢 它叫同步启动 啊 就是同步启动 这种方式我们 这种方式我们叫做什么 同步启动啊 同步运行 我们叫同步运行镜像 啊运行我们的镜像 这个里面呢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用啊 这样用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个整个服务 都会一直挂着呢 是吧 我们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啊 这种方式呢 运行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啊 而且很少有人去这么去用 很少有人这么去用啊 这要同步运行 我们先运行一下 回头我们再退出来就可以了 是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直接运行它 你看啊 运行的时候呢 你看是不是就 现在现在你的终端 就没办法做其他事情了 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呢 你的服务关了以后 你服务 你这个终端关了以后 它也会关掉 所以你的终端就不能够关闭 你只能在这跑着 明白是吧 你就只能在这跑着 啊 这里面你还不能断开 好 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服务呢 就已经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干啥呀 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现在能不能访问 你的redis呢 我们再打开一个终端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32这个服务是吧 是不是啊 我们打开 我们打开这个 我们进到我当前的redis里面去 我们看看用redis 可论它 我来连一下 10.36.174.32 对吧 我们连一下它 你看它拒绝连接的 为什么拒绝连接呢 是因为它属于它内部的服务 你连接不了 你不能连接的 啊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样启动的话 虽然它启动起来了 但是呢 它没有做映射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关闭 啊 关闭 关闭它就停了 是吧 就是停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下你的 呃 你的容器 我们看看容器的状态 这里面叫ps-l 是最后一个 你会看到 它是不是已经停下来了 这是 这是你当前的 你的 你的这个容器的信息啊 杠A 杠A是所有的 杠A是所有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查看容器的信息啊 你可以看到 ps是进程的意思是吧 是我们Linux的这个命令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已经 呃 about是停止了 中断了 中断了对吧 中断了 然后退出的这个状态啊 然后呢 端口是没有映射进来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建议大家用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呢 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啊 对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 这里面叫同步运行啊 这叫同步运行 我们呢来写一个叫做 一步运行的 啊 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往上放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后台运行 啊 这里面叫后台 啊 后台运行 哎 这个里面怎么 啊 在前面 我们叫后台运行 而且呢 我们要去映射 我们要映射 你的端口 啊 映射我们的端口 好 映射端口 因为我们的这个 Redis是一个服务啊 服务它也算是一个小的 Linux的操作系统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启动的 这个容器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Linux的操作系统 就相当于我们在虚拟机里面 我们的Docker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虚拟机 然后呢 这个镜像呢 我们认为是我们的ISO文件 容器呢 是我们启动这个镜像 产生的这个系统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么我们的容器运行 万一说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操作系统啊 那你要想连接它的操作系统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映射的端口才可以 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去启动它的时候呢 就不能这么干了 对吧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我们这个里面是可以按照Ctrl加什么 应该用Ctrl加C 是不是来退出啊 来退出啊 退出 这里面是我们同步运行的 我把这个给它加出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后台运行的话呢 且是我们的端口的话 怎么做呢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啊 它的命令 是前面要加一个-I 我们-D就可以了 -D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是执行-D的话呢 我们想进到它里面去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我们需要运行它的时候支持 支持我们的进入终端 叫insert是吧 T是就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终端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加一个-D-I -T组合 它的参数的组合 就是-D-I-T 你可以叫-D-I-T 就是-D是后台运行 -I呢 是这个可以进入它里面的容器 -T呢 是可以打开一个终端 所以是吧 打开客户端 叫terminer是吧 terminer那个单词的简写 是吧 terminer的简写 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给它加 这个端口的映射 -P -P 这个如果说你的容器的服务里面 可能有多个端口的话 我们要写多个-P参数 -P的话呢 第一个是我们宿主的端口 宿主端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当前另一个是服务器 当前安装Docker的这个运行服务器的 它的IP地址的端口 那这个端口的话我们可以写 那默认是吧 330几啊 我们昨天 哎不对 默认是6379 对吧 这是我们端口的这个号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637几啊 6378 6377 是不是都可以 这是我宿主的IP地址 是吧 是不是宿主的IP地址 然后呢 映射的地址是你后面的地址 后面端口是什么 来王家会好好听课啊 好好听 好好听一下 这个很重要 是吧 听不懂啊 听不懂 你要运行 你要操作的 这里面你要告诉你啊 这块很重要 然后呢 后面这个端口是你的容器的那个端口 因为我们的Redis 它运行的默认情况下 它是6379的 所以我们要映射它内部的6379 6379是它容器的那个端口 明白是吧 这个是它自己在做配置的时候 已经本来配好的 它内部配好的啊 叫6379 好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给它写完了 按照这种方式配的话是非常棒的 那么我们看看啊 这个名字的话 你不能叫 你名字的话 你不能叫1了吧 因为它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1了 已经有1了 你要把那个1给它删掉 我们也可以 我们给它改成RedisR 是不是就可以了 改成RedisR 那么1的话是留着 我们也可以给它删掉 然后怎么删呢 我们以后来看一下 好了 现在呢 你看一下 它已经启动成功了 这里面呢 它已经启动成功了啊 那么这个里面拿到的结果是什么啊 你拿到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对吧 这个里面我们复制这个吧 它给你返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反复是一个 你的这个容器的编号 我们现在不管它了啊 这里面是它返回容器编号 我们不管它 我们现在呢 来查看你的 我们现在是干什么 去查看我们的容器 啊 我们查看我们的容器的 这个进程啊 进程 那这里面怎么查看呢 我们的命令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啊 Dock下面的PS-L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次 F是第一个是吧 这个A是所有的 A是所有的 我们查看所有的进程啊 我们查看所有的 应该这里面加一个所有的容器进程 杠A 这里面我们复制一下它 我们来看一下它 好 现在你来看看它这里面 是不是有好几个了 那其中这一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已经开启的这个服务 它的状态叫UP UP是指的是它拉起来了 是不是拉起来了 拉起来了啊 拉起来了 那么拉起来的话 那么你看一下 它的端口的映射是什么 端口映射是 这是我们前面这部分 是我们的竖主机的 竖主机是指的是 当前你Dock所安装了 那个机器的端口 所以是吧 然后呢 这个后面这个端口呢 是你容器的那个端口 就是你REGIS这个进程里面 服务的那个端口 是6379 那么现在我们后面 我们要连它的 是不是6377是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连它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 在这个在这个终端上 我们要连它的话 怎么连啊 你是不是要去退出一下 然后我们再连一下它 这个里面 它的端口 杠P 是不是要连的是 6377啊 是不是啊 我留 连它的6377 这个端口 回车一下 哎 你看连上来了 你们也可以连我的 你可以拿你的 这个REGIS连我的 当然这里面 你没有安装那个 REGIS的客户端是吧 没有没有连接 REGIS的客户端 你可以干什么 写一个pattern的脚本 你可以测一下 那你可以测一下 这个也非常简单 这个非常简单 你可以选择一个二号库 一号库 是不是都可以啊 这里面就成功了 你看REGIS安装如此简单 是吧 什么也不用管 那么我们要安装 那么我们要安装 maseco更简单 对吧 要安装maseco也很简单 安装maseco也很简单 好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装的REGIS 对吧 REGIS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呀 我们要拉 我们要拉一个 Python的环境 我们来跑一个 Python的这个程序 我们要跑一个 Python的程序 怎么做 怎么做 好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现在 把这个端口啊 这里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要删除 删除容器怎么删呢 我们现在这样的 先不要着急 删除我们的容器怎么做呢 删除我们的容器 删除我们的容器怎么做 首先呢 这里面有一个叫 Dock 什么呀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刚才这个查看 这个给它干啥 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一下 然后 我把它放到下面来 好 这里面呢 你把这个 你看 这是我现在用到的 是吧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要删除它 怎么删呢 Dock RM 直接删除你的Redis 你的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名称就行了 删除的名称就可以了 这是删除 1 1 叫Redis1 这个里面指的是 它的名称 在这块 你看这个 还能看出来 是吧 叫Names 是吧 是不是有一个Redis1 一个Redis1 这个是无效的 因为我们同步启动 它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 好 那你现在 你把它这个 可以删掉 这是删我们的容器 那我能不能删 删镜像呢 你觉得这个镜像 在你的当前的 这个操作系统里面 占空间 我们也可以删 删你的镜像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来去看看 删镜像 咋删 我不建议大家去删镜像 你好不容易拉下来的 你删它干啥 是吧 删除我们的镜像 删除我们的镜像的话呢 怎么删呢 它是叫RM 什么样 I 然后呢 加上一个镜像的名 或者是什么 镜像的 它叫镜像的ID 镜像的ID 也就是我们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用镜像ID来启动 可以不 我们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用镜像的ID来启动 可以的 可以的 我们启动的时候 也可以拿镜像的ID来启动 这个是镜像的ID来启动 这里面我们要删掉 我们来删掉 我们启动的时候 也可以写它镜像ID 那Redis镜像ID是什么 它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起一个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起一个 你们现在连我的这个能连上来不 6377能连上来不 32的这个IP地址啊 你们可以一回来写个程序 你可以去测一下 我现在再给你拉一个 是吧 我再给你拉一个 你看一下啊 我再拉一个怎么拉啊 run 这个你就可以 你就现在就可以用我的root啊 用户 我用户名是root 密码也是root 你就可以进到我的这里面 去做一些 你再拉一个 再进行操作 你拉一个什么 你拉一个python 或者拉一个其他镜像 都可以去操作了 你看啊 你可以跟着我一块做 你名字可以改成其他名字 是吧 doc run -dit 然后-name 我们叫Redis2 是吧 Redis3了啊 Redis3了对吧 然后呢 -p端口是 6376 我们印象到 636379 6379还是它容器的名字 是吧 是我们即将启动 Redis3的容器的 它的端口 内部端口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用 那个它的 镜像的ID 镜像ID是什么 是不是它呀 我们用这个镜像ID 然后我们来启动它 啊 启动它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又启动起来了一个 然后呢 Docker的PS-L 我们看看 呃 不是-L 是-A -A的话 我们是不是启动了两个 6376 是不是有一个 是不是6376 Redis3的是吧 是不是Redis3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测一下 我们连接谁啊 6376 那么回车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看这里面都可以的 啊 都可以的 那么 最不记的话 你要干啥 你是不是写一个测试的链接 是不是可以了 我们写一个脚本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测试链接 那么点py 那这里面写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导包啊 导Redis这个包是吧 是不是啊 我们导Redis from啊 Redis 然后import Redis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Redis 我们的叫 我们叫 clent 我们叫clent 等于什么 是不是Redis对象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新兴 config 然后这个config 是不是我们的 要在上面去给它设置啊 来设置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host 是吧 端口 这个端口 我们写要 地址 10.36.174. 多少 32 是不是3啊 然后这个里面 后面根本是端口 point 端口 端口的话是 还有几个 有两个了 6376 是不是啊 还有6377 是不是还有6377啊 然后后面还有个什么 还有一个你的酷 db 酷的话 我们又选个一号酷 二号酷都可以 好 现在我们就连上来 连上来 我们现在看它能不能连成功 print 是吧 print我们写什么呀 这个就连成功了嘛 是不是啊 Redis啊 这个连接成功 这个里面你可以写个链接成功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典信息可以给它干啥 可以给它进行转换一下 是吧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写个百分号s 然后这个里面呢 加个百分号 呃 string 括号 然后呢 config一个 然后呢 括号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它嘛 testcn.py文件 我们执行一下它 你看是不是成功的 你看是不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吧 那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端口呢 给它 我把这个编码啊 给它加进来 我们现在可以写一个测试脚本 我们再写一个fromsysimportrgv rgv 然后呢rgv里面我们的端口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端口我们可以这么写 我们不要63776了 我们要给它加个什么 rgv 中括号 1 1 1 我想想啊 对着呢啊 我们就写1就可以了 写1的话呢 现在 写1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 给它 加一个链接 加个链接测试 我给它写个 6376 测一下 这里面跟我报错了 它报什么错吧 你 你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逗号是吧 我们把逗号给它删了啊 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逗号给它加上来 好 走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逗号加进来 我们现在再去执行一下它 是不是成功的 6376成功的 我们看6377成功不 6377是不是也成功的 是不是啊 这里面 你看你把脚本是不是写好了 脚本就写好了 啊 那这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去 这是我们测试redis的啊 这是redis的 要不要再看看代码怎么写的 然后看看啊 然后这里面叫cn 然后这代码是这样的写的啊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好了 我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去去玩一下了 是吧 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啊 你们启动了没 你们没有在我里面用是吧 你们可以现在就可以用大胆的用了啊 你不要装刀就行了是吧 刀会已经装好了 你就拉一个redis 然后拉一个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给大家之前用过那个数据库是吧 你们可以去加上去 然后现在就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 假如说我现在要删这个镜像 我们要删二 删掉它 怎么做 刀客 我说要删掉你的这个redis几啊 啊 那么我们删掉它的时候 它告诉你现在不能删 为什么 因为它在正运行呢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么先把它停了 对吧 你先把它持道谱了 停了 你要么就是强制删除 怎么做 强制删除 -f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很霸道的一件事情就是-f删掉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ps-什么样 -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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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就没了 所以是吧 就强制性删掉 强制性删的话就是不管它了 我不计一切后果把它干掉 好 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强制性删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 我们友好的删就是你先把这个什么 给它干啥 你先把它先停了 对吧 stop stop 停完以后呢 你再看它的状态 它是不是就已经退出来了 退出了以后 我们现在再想启动它怎么办呢 我们不要那个run 是吧 我们要start 把这个redis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写的3 把它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再看它的状态 那这里面是不是又启动起来了 原来的配置是不是还在呢 是吧 原来这个映射端口是不是还在呢 还是在呢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删除 删除镜像 删除容器 镜像我们这个里面在它的上面 是吧 我们再加一个 我们是停止容器 呃 容器的这个进程 容器的进程 那么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是docker.stop是吧 加上这个什么redis1或2 是吧 然后这是停止 停止它啊 停止它 然后接下来我们 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这个 这个停止和启动 这里面有一个启动 启动我们的容器 进程 那这里面呢 怎么启动它 也是一样的吧 docker.start 然后我们叫redis1 对吧 启动它 好 这里面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去练习一下它 然后我们现在要拉一个什么的 我们现在要拉一个是paston的 我们现在要部署我们的paston环境嘛 paston项目的 对吧 那后面的话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呢 就是dockerfile的编写 这里面有强制判-f 都一样的啊 这也是一样的 -f也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docker 我们docker search 先去搜索一个python3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搜索一个python3的相关的镜像 我们看它有哪些镜像 你可以看到有哪些镜像啊 那现在它是不是有好多好多这种镜像啊 是不是有好多镜像啊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 你看它的描述啊 它的描述 你可以找一个比较适合这样的 什么叫适合这样的呢 就是它里面的环境 它里面的环境 我们来找一下 这里面呢 你好像看这里面有个3.7的是吧 在没有描述 很懒 很懒啊 没有个描述 然后这里面有个3的开发环境 有个3的开发环境 呃还有一个是这个镜像的包含3的 其实我们可以选一个就行了 我记得我之前给他们部署爬虫的那个拍摄的环境 这里面还有一个将购的环境是吧 这将购环境的话不一定是开展 它有的可能比较低 是吧 这里面我们就暂时不用管它 我们要一个最基本的啊 要最基本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我们这个开发的吧 是吧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这个名字给它复制一下 你看我们要去拉它的话 名字要考全了 考全之后我们就是发起命令是什么呀 Dock下拉的那个命令是不是它呀 就拉它就可以了 给你把它拉下来啊 拉下来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有好多那个成 这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它成有多少 拉下来之后呢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成啊 它里面有好多成的啊 你看这个叫正在拉FS这个这个成 叫level是吧 level是吧 level 好这里面呢它正在拉呢啊 它正在拉 现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玩一下read这个什么 其他的一些命令了 把这个命令掌握了 后面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后面就是可以写一个DockerFile了 对吧 DockerFile是什么呢 把我们这些对容器的管理的一些命令呢 我们给它写到文件里面去 它会批量给我们把一个容器 把我们的项目打成镜像 然后呢 我们项目打成镜像之后 你就拿到这个镜像之后 可以什么 随便的去玩了 你可以随便的部署你的项目了 好这里面呢 我们暂时先给它 先给它 先到这块啊 你们自己去玩一下 嗯 的